小五不准进 是零食去了 我也来了 不准进 凭什么不让我进 牌子上写着呢 小五禁止入内 我一定要进去 有了 小五禁止入内 小五不在这里啊 保安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小五就在你背后 哎呀 竟然被发现了 嘿嘿 我也来吃零食了 小五禁止入内 保安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背后可没有小五 你还想骗我 你就是小五 可恶 又被发现了 小天使 你能不能把我直接传送到零食店里面啊 这样就不会被拦住了 没问题 只要给我一颗狗头金币就可以了 好吧 给你狗头金币 走你 嘿嘿嘿 小五要倒霉了 喵喵喵 有这么多零食可以吃真是太幸福了 喵喵喵 真好吃 不过这些零食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啊 这不是我的零食嘛 这上面都有我做的小兔子标记 这些全都是我的零食 你们不准再吃啊 凭什么啊 就是 这都是零食店的零食 老板请我们吃的 我们才不听你的呢 你们快告诉我老板是谁 我要找他算账 保安 别别别 别叫保安 小五 又是你 这里不允许你进来 快点出去 我才不出去呢 我要见你们老板 他怎么可以把我的零食给别人吃呢 想见老板可以 先考试 只要你能全部回答正确了 我就带你去见我们老板 好吧 我一定要让老板把零食还给我 小五考了十分 不及格 啊 那得考到什么时候啊 我考了三天三夜了 总算一百分乐 保安 快带我见你们老板 那好吧 跟我来 小五 你找我干什么 哼 你店里的零食都是我的 快还给我 不然我就送你去坏孩子管理局 这些零食都是唐僧给我的 现在已经归我了 什么 那凭什么你请别人吃我的零食还不让我进来 这都是因为你犯了一千个错误 这么多 我不记得我犯过这么多错啊 那你告诉我都是什么啊 上课吃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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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课吃 停停停 这不都是一个错吗 对啊 你把一个错犯了一千遍 哼 那也不关你的事啊 我已经向老师承认错误了 可是你每次都很积极的认错 但是你却坚决不改 啊 老师 零食店老板居然是你 因为你上课吃零食 屡教不改 所以我让唐三把你的零食都给别人吃了 老师 我这次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信 而且你以后都不准再吃零食了 老师 我再也不敢上课吃零食了 你就原谅我最后一次吧 小五一百分 奖励你一百张试卷 耶 太好了 谢谢老师 小五的思维和我们正常人果然不一样 老师奖励他这么多试卷 他居然还这么高兴 真不愧是学霸 竹青八十分 奖励你八十张试卷 哎呀 才这么少 我一定要更加努力了 争取下次的更多卷子 竹青居然嫌弃卷子太少 难道他被小五带偏了 比比东六十分 这次进步很大 奖励你六十张卷子 希望你能再接再厉 谢谢老师 今天回去我就把功课全都复习一遍 下次我一定会考一百分 完了完了 连比比东都这么热爱学习了 我一定是在做梦 阿琪五十分 还是不及格 没有卷子奖励 哇塞 没有作业 真是太棒了 阿琪 没有卷子 你还这么高兴 好了 奖励发完了 大家回去好好复习 下周考试有进步的同学 全都能得到卷子奖励 下课 阿琪 你一张卷子都没有 怎么高兴得起来 我还奇怪呢 这么多卷子 你们什么时候才写得完 卷子当然是越多越好啊 算了 我这个正常人类跟不上你们的思路 回家吧 小五竹青阿琪比比东 今天你们收到卷子奖励了吗 唐三 你来得正好 今天他们特别惨 二龙老师发了一大堆卷子给他们 哇 你们有很多卷子吗 我只得到了六十张 那也很厉害了 大师说我们班成绩没进步 今天一张卷子都没给我们 你们能借我点卷子吗 唐三 你是不是傻啊 居然还要借卷子 三哥 我今天得了一百张卷子 肯定用不完 就借你一点吧 谢谢你小五妹妹 我明天就还你 完了完了 他们一定是中魔法了 居然都这么喜欢卷子 阿琪 原来你在这里呀 你妈妈让我告诉你她晚上有事 让你自己去买晚饭吃 知道了 正好 我去买汉堡吃 老板 给我一份汉堡大餐 今天我一定要吃个够 你有卷子吗 嗯 老板 我来买汉堡 你问我卷子干嘛 我很急的 快给我拿汉堡 不行 你必须先回答我的问题 我才能给你汉堡 奇奇怪怪的 我没有卷子 好了 我回答完了 快给我拿汉堡吧 没有卷子 就没有汉堡 这是什么破规定 老板 我有卷子 你给她一个汉堡吧 好的 给你 小五 这是怎么回事呀 为什么买汉堡还得有卷子才行 一直都是这样的呀 有卷子才能买到东西 不是这样的 我要去找书精灵问问 小五再见 书精灵 为什么现在要用卷子才能买东西 这是我的主意 只有这样大家才会明白知识的重要性 我就知道大家都不对劲 书精灵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快解除这个卷子魔法吧 不行 不能解除 有了这个魔法 大家的学习比以前更努力了 可是这样下去 大家就只会做卷子了 书精灵快解除魔法吧 好了 别吵了 不好 要下雨了 大家快打伞 我们打伞 哎呀 还好有小五姐姐 我们才没有淋到雨 都不许打伞 给我淋雨 啊 小花仙为什么呀 那是因为你们之中有人鱼王国的公主 人鱼公主只要接触到谁 腿就会变成人鱼尾巴 我要带她回人鱼王国 这么神奇 那我淋雨 嘿嘿 我有人鱼尾巴 我是人鱼公主 小花仙 你快带我走吧 不行 万一我也是人鱼公主怎么办 我不打伞 我去淋雨 哼哼 我真的是人鱼公主 气 别得意 说不定我也是人鱼公主 我淋雨 啊 我是男孩子 怎么可能是人鱼公主呀 我咋了淋雨后也有人鱼尾巴 不对 人鱼公主只有一个 你们之中有人假扮人鱼公主 我们没有假扮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人鱼公主呢 有了 人鱼公主的眼泪可以变成珍珠 只要我们谁能哭出珍珠 谁就是真的人鱼公主 真的吗 那我先哭 怎么没有珍珠呀 蓉蓉 你是假冒的 给我消失 那我也哭一哭 小红俊 你不用哭了 为什么呀 因为你是男生 人鱼公主是女生 你肯定不是人鱼公主 千任雪说得对 小红俊也是假扮的 给我消失 小花仙 其实我才是真的人鱼公主 我哭 嘿嘿嘿 你看 是珍珠 千任雪 原来你才是人鱼公主呀 其实我不是真的人鱼公主 我是假的 我的尾巴和珍珠也是用魔法变出来的 我要去人鱼王国当公主 太棒了 我可以带人鱼公主 千任雪回海底王国了 哪来的蜜蜂 我好害怕呀 小五的眼泪怎么也可以变成珍珠 什么 难道我才是人鱼公主 不对不对 我才是真的人鱼公主 小五的珍珠眼泪肯定是用魔法变的 我 我没有 我从小到大 每次哭的时候 眼泪都会变成珍珠 啊 那到底谁才是真的人鱼公主呀 小花仙 别浪费时间了 我肯定是真的 快带我回海底王国吧 不对 千任雪原来你才是假扮的人鱼公主 什么 我没有 哼 千任雪快跟我去坏孩子管理局 这下不会错了 带王冠的小五才是真的人鱼公主 笨蛋小花仙 其实我也不是真的人鱼公主 我是比比东 真正的人鱼公主小五已经被我关起来了 小花仙 我才是真的人鱼公主呀 带王冠的小五是比比东假扮的 小五你就不要再喊了 我马上就要成为真正的人鱼公主了 我马上就要成为真正的人鱼公主